在2015年 SBL 超級籃球聯賽 創下四連霸的蒲園建築籃球隊 從 4 月 20 號開始展開校園巡迴活動 22 號上午來到台東 包括簡浩 純士杰等 11 位球星 與新生國中籃球隊進行友誼賽 在球隊裡擔任大前鋒的台東子弟林耀宗 很高興能夠回鄉打球 鼓勵學弟妹 台東的小朋友是運動天分都滿好的 對 然後 學習能力很強 40年還滿強的 所以其實跟北部學校比並不差 所以我覺得只要努力 台東的小朋友應該都不錯 第十二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 蒲園在七戰四勝總冠軍賽的賽事當中 前四戰以1比3落後對手 面對困境卻發揮永不放棄的精神 最後逆轉勝創下 SBL 十無千力的四連霸 球隊前進新中校園與球員們近距離互動 也把這份精神傳遞給在場的所有學生 黃青海採訪攝影